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的朋友说了 我中学没学过 我大学也学了哪儿 现代 现代你都学了 向量代数肯定学了 所以学这部分特别轻松 但是几何要联系 千万要联系几何 首先空间直角坐标系 什么叫空间直角坐标系 选一个圆点 然后做三条两两垂直的坐标轴 做三根坐标轴 过这个圆点 好了 那么数轴也就是 数轴呢 一个叫做 分别叫X轴 Y轴 C轴 对吧 好 咱们来看一看 你看圆点 过这个圆点 做三根数轴 二 三 两两垂直的 那么我们可以叫做横轴 数轴和 横轴 重轴和数轴 也有的可以叫横轴 数轴和利轴 也就是反正就XYC了 那么这样就构成了空间直角坐标系 大家看 这很简单 对吧 我相信不陌生 那么我们约定怎么样呢 约定是这个坐标轴 因为从X轴到Y轴到C轴 有左手系和右手系之分 那么我们约定的是构成右手系 什么意思 就是你可以 这个在中学里我知道大家肯定很熟悉了 当然有两种做法 对吧 有的时候 有的老师是说大拇指是X轴 十指是Y轴 中指是C轴 对吧 也有的老师说 这个四个手指 四个手指你象征或者表示 从X轴转到Y轴 那大拇指是C轴方向 对吧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在中学里 有的同学看这个大拇指 看起来好像很吃力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稍微比划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么有了坐标轴 有了坐标系 那么咱们就可以有坐标平面了 你看 因为两个坐标轴相交两支线 就有平面了 所以好 那就有X轴和Y轴 决定的平面就是XY平面 也可以说XOY平面 那么当然同样Y和Z Y轴和Z轴也确定的平面 可以叫YC平面 或者叫YOZ平面 都可以 那么这个三个平面 就把空间给画成了八个部分了 这个八个部分呢 通常叫做卦线 卦线 卦线这个名词 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不大像数学名词 对吧 有点像这个 好像这个阴阳八卦 在这里边的名词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其实也是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这个 卦这个词啊 这个其实是 也是表示一种方位的 卦其实也表示方位 所以呢 这主要是八卦呢 这个八个卦线呢 就要表示方位 那么哪些方位呢 大家已经知道平面的直角坐标系 有四个向线 对吧 XY都是正的 是第一向线 对吧 X-Y正第二向线 以此这样有四个向线 那么现在呢 八个卦线怎么样 是 加上11轴 11轴是正的 那么 XY也是正的 第一向线 11轴正的 X正 X-Y正 那是第二向线 也就是 11轴正方向 有四个卦线 分别对应原来的向线 那么11轴是负的呢 是5 6 7 8 四个向线 分别也同样对应原来的 四个向线 好 所以这个呢 都比较简单了 一看就 稍微听一下 你就明白了 而且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大 不一定去 特别写出来 第一级卦线 也不一定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 比如这个 这个部分是什么 是X大于零 Y大于零 C也大于零 那不就完了吗 那就第一卦线 对吧 好 那么 有了直角空间 直角坐标系 怎么样 有的人说 这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 就把几何的东西和数联系起来了 本来几何上就是一些点 线 曲线 面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几何 那么通过这个直角坐标系 就把这些点和数联系了 你看 坐标 点和坐标 什么联系呢 好 请看 我们这儿 空间如果有一个点 空间有一个点 那么 我们就可以做三个 分别垂直于坐标轴的平面 对吧 你看 比如过M点 可以做 做这个平面 后面 这个平面 对吧 前面这个 就在最前面这个面 这个平面是垂直于X轴的 那么它和X轴就有个交点 这个就是它第一个坐标 同样 再可以做一个这个平面 对吧 这边 旁边这个平面 这边上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是垂直于Y轴的 那这儿有个交点 就是Y 同样 垂直11轴的 有个平面 那么交点就是11 那就是三个交出 于坐标轴交出三个数字来 你看 XYZ 就是坐标了 请注意 这是唯一的 你有一个点 就唯一有这三个数 这三个坐标 反过来 你给我这三个数 我把这三个平面做出来 就会交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唯一的点 所以这建立一个什么 叫E对应 你给我空间一个点 我就唯一的有三个坐标 你给我三个坐标 空间就能找到唯一的点 这样就有什么好处 点 几何的点 就变成了数字了 一组数 对吧 好 那么 两点间的距离怎么样 有个距离公式 这中学里肯定学过了 对吧 那我们就马上写出来 它是谁呢 是坐标的 X的平方 和 开放 对吧 这个也很容易 这个你只要在空间 画出图像来 稍微看一下 就可以知道了 这是距离 那么有了距离 就得到一个空间 大家非常熟悉的 中学里就知道的 谁呢 这个空间 R3 好了 那么 我们下一堂课开始呢 就要对这个内容 进行展开了 好 今天我们到这儿 好